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创业18坑篇 今天我们讲创业的第12坑 叫做认知偏差 认知障碍 你们知道吗 很多人创业之所以会亏钱 其实很简单 就是做了自己 超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事 就这么简单 我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丽江的 他在丽江赚了很多钱 修公路 开四星级宾馆 结果有一天 有一个人跟他讲 租马卡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他一共有将近 八千多万的身价 他筹了两个亿去租马卡 然后到最后全亏完了 八千万身价全亏完 酒店房子车子 所有的一切都被拍卖 而且他还背上了 一个多亿的负债 就是因为他做了 超出认知以外的事 我有一个学生来自南京 他以前是做花卉工程 做市政工程 做得挺好 也赚了很多钱 一年也能赚个将近四五千万 后来别人说 做房地产可以赚得更多 然后他就投了将近 三个多亿做房地产 然后到最后亏得一塌糊涂 就是记住 永远不要做 超出你认知以外的事 如果想做认知以外的事 先去打工 比如说你想做房地产 可以啊 你先去了解 对不对 你先去房地产公司上班 从机程做到 中程做的过程 了解了 有这方面能力经验了 把它从位置领域 变成一日领域了 你在这个领域再创业 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你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认知的变现 在这个世界上 你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你认知有缺陷 这个世界 有159种收割你的方法 直到你的财富 跟你的认知成正比 你永远赚不到 超出你认知以外的钱 就算赚掉 也会凭实力亏掉 所以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提升自己的认知 不要做认知以外的事 有人说老师 那我怎么做呢 学习 超出认知以外的事 先学习 先累积经验值 然后懂了以后再去做 很简单 这个世界财富流向 那就是钱从不懂的人手上 流到懂的人手上 不就怎么回事吗 谁懂谁 谁就赚谁的钱 所以永远不要做 超出自己认知以外的事 那有人说老师 那怎么样扩大自己的认知呢 既然我赚的每一分钱 都跟我认知有关 如果我不敢做 为之以外的事 我的认知就无法扩大 我的财富就无法扩大 你说对了 那怎么做呢 扩大自己的全程 当然是扩大自己的全程了 认识一个人 如同推开一扇门 会把你带到一个新的世界 你知道吗 周老师的认知比你大 你跟我待在一起 你会发现 你的认知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就这么简单 你会通过周老师的会场 认识阿里的高管 认识华为的高管 认识腾讯的高管 认识身价百亿的人 认识一年产制 做几十亿的企业家 就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要想扩大自己的认知 通过什么方式 只有通过一个方式嘛 就是人嘛 因为认知装在人的脑袋里啊 当然了 看书也可以 对不对 为什么要看书啊 为什么要出门 拜师 学医啊 因为人的认知比我们大呀 对不对 为什么说读万愿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愿认无数 愿认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说这么多 都是为了让你提升认知 很多人创业亏钱 就是因为这样 在工厂打工打了一辈子 说我将来赚到钱以后 我回老家开个服装店 一开亏了 在工厂赚了十几年前 全美了 为啥 你开过服装店吗 你根本就没有在服装公司上过班 你根本都不懂服装 没有一个人能做超出认知以外的 是能成功 这是创业的第十二个坑 创业的第十三个坑 我先不说 你们自己猜吧 我曾经跟一个合伙人合作 合作了一家公司 本来他是亏钱的 跟我合作以后盈利了 结果我派了业务员 不干了辞职了 我问他为啥 他说因为我开单了 老板说那个单是他的 明明客户是我要约到红丝 这个刷的卡 我刚开始还觉得 这人怎么这样啊 竟然跟员工抢单 还有一个员工也说了 明明是我出了一个点子 让工厂业绩翻倍了 他说是他的点子 不单跟员工抢利益 还跟我抢利益 股东分红的时候 竟然减了我将近一半的股份 我这个长天 我瞬间就不跟他合作了 当他不跟我合作 当我公司的骨干员工 都出身从那家公司离职以后 这个公司不到两年时间破产了 本来那一年 这个老板跟我合作 赚了将近一两千万 结果不好意思 如果他继续跟我合作 他可能会从一两千万 变成两三个亿 三四个亿 五六个亿 七八个亿 结果现在破产了 来你告诉我 第十三个坑是啥 老板无格局 无境界 当一个老板没有格局 没有境界的时候 他心中容不下人 境界是高度 格局是宽度 你心中能装多少人 你就能成就多大的业 如果你的格局就一米 如果你的境界就一米 不好意思 你装你自己都费劲 你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一米高 一米宽的房子里 待着啥感觉 那么难受吗 但是如果一个老板的格局 是一万米呢 境界是一万米呢 那个感受能异样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周老师的格局跟境界 超越很多人 所以我的企业做得太大呀 培训行业都是 不允许同学来上课的 我允许同学来上课 我鼓励同学来上课 这就是格局 这就是境界 甚至别人复制了我的课 我都感恩别人 为什么呢 我的使命就是让 一家族实现财富自由 身一富足嘛 如果别人复制我的课 都讲财商了 我不就实现梦想了吗 但是有些老师呢 你操得的课 起诉你 告你 拉黑你 妈呀 你看看马斯克 把公司所有的专利 全部公开 随便用 我得可常理 这个格局 这境界才能成为世界首富啊 别人问他说为啥 他说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做出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呀 这个世界才会更好啊 当年他做特斯拉 几次破产的时候 别人说你放弃吧 你放弃他说不 我不能放弃 就算我死了 我也能给后来者照个链 别人会在我的废墟里上 重建城盲 就这 推动人类的竞争值了 当年马云一无所有 反正就是推销互联网 那领导都不理他 然后他很落寞 很失落 别人采访他 马云哭了嘛 马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就算这件事 我做不成 只要有中国人能做成就行 我就想中国做一个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哎呀 那个格局 那个境界真的 还是那句话 啥都不说了 老板没格局 没境界 就不要创业了 因为这活不是你干的 有人说 老师你讲的太对了 但是怎么提升格局跟境界呢 跟周老师学习啊 跟一个有格局 有境界的人在一起 周老师可以瞬间 拿上你的格局跟境界 还说什么说 所以在座各位 格局 决定结局 境界 啊 决定眼界 一个人为什么赚不到钱 看的太短 树木寸光 那跟高屋建领的人 看到的世界能一样吗 高屋建领看到 满大阶段的机会 而树木寸光的人 啥也看不见 连坑都看不见 也不想一扒鸡掉坑里了 对不对 境界决定眼界 格局决定结局啊 在全是没有灯的世界 有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这个人能不能成为富人 不能 如果这个人的格局 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根本就不敢让别人知道 他发明了这个产品 自己在家偷摸点 不告诉别人 他能变成有钱人 但是如果这个人的格局 是为家族呢 他一定把灯泡卖出去 对吧 他变成小老板了嘛 那如果这个人的格局 是为员工呢 想员工都跟他过了好生活呢 那他肯定变成大老板了嘛 把股份尊重去 所有的员工都把灯泡卖得更好嘛 那如果这个人的格局 是为顾客呢 顾客才是我们的一世父母啊 那他就变成企业家了嘛 做最好的产品 用我们的产品照顾顾客嘛 那如果这个人的格局是 为国家为民族呢 那就是民族企业家 那还说什么说 就像我们华为的创始人 认证非一样 为什么创立公司叫华为 中华有为嘛 你的梦想跟谁有关 就能拉到谁的力量来成就你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人的格局是 全人类呢 那这个人就是艾迪生吗 不是他发明了灯泡 很多人发明了灯泡 只是他的灯泡照亮了全人类 因为他的格局最大 所以他的公司变成了 机翼通通电器 世界五百强 延续几百年 生生不息今天还在 所以格局决定结局啊 跟着周老师学习创业训练营吧 让周老师提升你的格局 就像秦人皇 为什么可以一扎六合啊 因为六国军中 没有一个有这个格局 只有他有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